雷神锤算不算高科技?算! 它是由一种名为乌鲁的特殊金属之成 乌鲁金属是一种极为稀有和强大的金属 被认为具有神秘的特性和超凡的能力 这种金属本身就是一种对接级科技 一旦与持有者达成契约乌鲁制造的武器 就会听命于谁 这相当于拥有生物识别技术 用乌鲁制造的雷神之锤可以承载 奥定赋予的魔法力量 也相当于一台能量储备装置 雷神面对强大的对手是总会召唤出雷神之锤 为的是提取锤里的强大能量 大家有没有想过 平时索尔没有用锤子的时候 锤子在哪里 这电影中描述锤子平时放在 阿斯亚的奥丁王座附近的战争大厅里 大家想一想 索尔在地球上召唤雷神锤 几秒钟锤子就能飞到手里 这是个什么原理 像不像量子传说 另外锤子是怎么知道索尔的坐标的 宇宙中有无数个星系 无数颗星球 为什么总是能精准的找到索尔 这像不像宇宙级GPS定位系统 没想到一把小小的雷神锤 禁运还如此先进的科技 对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美队与雷神同时召唤锤子 锤子会听谁的